这次是一个很轻松很简单的开箱 Monopoly地产大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富翁 这次是他和集合啦动物三友会的一个合作款 大富翁大家应该都有玩过吧 我一听说这个动物之森的大富翁 一下子脑海里面出现的形象就是李克 李克这家伙没少给我卖房子啊 他才是真正的地产大亨 就是莫名其妙就有种主题非常贴切的感觉 两包卡 两个头子 骰子 小人 四个角色 不是我说的 可能价格摆在这里了 还挺糙的 有没有人你们捏出来的形象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就地图了 哦 go to jail 这个熟悉 啊这一般不都是 不都是已经就是放好的吗 怎么这个还要自己扒 普通的钱币 一块钱的 还有这种一袋钱的 这个制作真的有点糙的 最上面一排是化石 然后下面是苹果 接下来是很多凤蝶 然后是鱼类 红木戟 没错是我刚刚查的 谁记得嘛 这边还有每个角色十张圆形的卡片 我先把它们都抠下来吧 我把板上的那个小小圆圈全部抠下来了 这种东西 虽然都是苹果 但是它十个里面价值不太一样 有两块钱的苹果 有十块钱的苹果这样 里面还有两个头子 大夫翁嘛 肯定要有头子 这是一个六面的骰子 那这个是一个空的 空白的 为什么是空白呢 因为它给了贴纸 还能更抠一点吗 这个还要自己贴 这个印刷很难吗 这个贴纸做的大小也不太对的 上面有几种啊 哦 一个是家具的 鱼蝴蝶 椰 苹果 画室 还有三种卡片 在棋盘的中间写着 Chance Decoration Nuke Miles 对应的是三种牌 比如说这个是问号牌 问号牌里面我看到有什么 哦 有好多好多这种那个NPC的橘色嘛 西式会 别看上面写了一堆英文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但它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collect钱 就是拿到钱 一种是pay钱 就是付出钱 然后这个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里程 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先放在这儿吧 要看一下说明书 最后还有一叠 Decoration 就是家具牌 花4块钱得到8里程的 又花5块钱得到10里程 最大的到25块钱 又集到50里程的 这就直接是一个 动森限定主机了 这是冰冰的桌子 野餐的 椰子树 救生圈 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吧 这些家具 最后还有四张牌 是scale 就技能卡 好 我们来正经的看一下说明书 好长啊 我大概懂了 战地盘 抢夺资源 用资源换钱 然后用钱去买家具 家具就代表里程 最后游戏结束的时候 计算谁拥有的里程数比较多 这个是代表角色身份的战地盘用的卡牌 然后四张 技能的话 也是一开始大家抽一下的 比如说随便抽也好 我每次去买家具的时候 便宜3块钱 很不错的技能 哇 这个游戏真是全部都是钱啊 不愧是大富翁 大家没有那种传统大富翁 我站了一个楼盘 然后使劲地就搁那儿走 还要升级它这种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先制着骰子 知道有五 我就走五下 一二三四五 好 比如现在我已经走到蝴蝶岛上了 我就可以往上面放一张我的身份牌 说明这是我占下的岛屿 之后如果有其他角色再走到我的蝴蝶岛上的话 那么他和我都可以去拿一张这个蝴蝶的资源牌 走到了这种问号处 问号处就翻一张出来 哎 这个东西就得花两块钱了 另外这个头子 就是我刚刚一起制出去的 我知道是蝴蝶 也说在我这个回合的时候 我可以跟bank就是银行交易蝴蝶这个东西 就是玩家和玩家真人之间是可以进行买卖各种资源的 它这里也有那个耶 Go to jail 要回到这个地方 哦 就白走一半 还有这个dodo airlines 如果你走到了这个航空公司这里的话 它会比较厉害了 它可以从你现在所在的航空公司 到你下一个航空公司中间的所有资源档 你都可以直接去 这个游戏我刚刚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结合还是比较浅的了 以前我们玩的大富翁 朋友和朋友之间勾心斗角还挺激烈的 你的利益会影响到我的利益 但这样子的话 你占掉地盘 别人经过也不用收过路费 只是你多拿一份资源而已 所以其实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它的趣味性也没有传统大富翁来的那么强 还有就是为什么在欢乐的动物之森里面 要有Go to jail这种设计 而其他都是我们认识的人 你是谁 我从国内逃过来 这个大概是200多块钱 我觉得有一点一般 没有那么值得 大家看看就好 好 今天这么愉快的结束了 没事的话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